鳳雲驅動式 飛復舊江湖 鳳雲哥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繼續回來鳳雲哥 我們今天討論李克強現象 李克強現象其實都是幾十年來 中國知識分子 或者某些所謂的老百姓 是對著一種明君期望的延長 因為歷來坐國務院總理的位置 對於那盆數在心裏是真實清楚的 所以相對來說 做國務院總理的人是清醒一點的 周恩來 朱鎔基 趙紫陽 溫家寶 除了一個李鵬很高務院 是要興建長江三峽 中間的華國鋒都是過渡人物 不須提 所以現在出現一個李克強現象 他所說話的詞彙 跟No.1是不同的 是很務實的 沒有一些四字成語的修詞 終於他最近五二五的大會 牽起了一種波瀾 令人猜測到了二十大 就叫李星雜江 這些推測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我太清醒了 我知道你不要再投資任何浪漫的感情下去 我們這個節目只不過是理性的分析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 以及李克強會不會成功 特別是現在中國推行的動態清零 上海剛剛在6月1日解封 現在究竟以後的政策 會不會還是習近平式的這種動態清零 還是李克強式的那種 經濟穩定為先 這兩個路線的政策 其實你不要以為這些是跟香港無關的 因為後任的特首李家超 也是一定要跟隨這些國家的路線 中間不像林鄭月娥那樣 再有一些鬆動位 可以讓香港自己走斬 所以現在關鍵的就是李家超 如果7月1日習近平不下來 李家超就是過去一個月來 唯一一個香港的管治官員 面對面各自見過李克強和習近平 一天之內兩場會見 各自他們聽到這些說話 裡面的修辭子女行家的用意 李家超懂不懂得聽 他懂不懂得分辨李克強和習近平 是有兩種語言系統 或者文學風格的 有些什麼對著他說 有些什麼不說呢 我不相信香港紀律部隊出身 和香港政務官出身的 翻書仔官員是有這種觸覺 他是不懂得聽的 我認為 我寫包單都可以 其實兩個人分別對他們說話 裡面的子女行家一定有大量的暗示 這些你找一個大陸新移民都懂得聽 在北京找一個的士司機 你把全文給他看他都懂得看 但是香港的中環青英翻書仔 考第一那些是不行的 所以不知道他怎樣 你下來動不動態清零 我問你 七一開始你上任 動態清零是否堅持到底 請李家超特首給香港納稅人一個說法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大家都討厭政治 如果動態清零繼續封城 有很多藍絲有錢老的家長 你叫你的子女在英國讀書學 不要回來 寧願媽媽回多 五萬磅 一百幾十萬給你 你在倫敦住著五星酒店 過完他先 菲傭姐姐 我在香港運過來幫你洗衣服 你不要回來 我只有一個G字 是不是 你弄到上海這樣 大哥 我是藍絲 我是億萬富豪 我怎樣頂 我的子女很嬌貴 是不是 如果用回李家超以紀律部隊出身的人格 或者經驗 我覺得他只會聽最大那個 甚至他不會明確跟你說 現在這樣的型格勢禁 未必會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無謂去揣測 如果是的話 他覺得領略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執行 但是同時 李克強就說 你要恢復國際的航運貿易 和這個金融中心的信心 和競爭力 那你也知道西方外國勢力 對你這個動態清零 和這種強制酒店隔離 是極之反感 甚至是厭惡 那你怎麼辦呢 怎麼做呢 所以現在整個香港 在中間夾著 或者好像一個齒輪畫了牙 磨平了 都不知道怎麼轉動 都很嚴重 你知道嗎 在英治時代 外面有一個保護罩 但是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就變成了 這些危機和衝突 在大陸 一旦什麼都政治化 很簡單 這次的抗疫 就是高度政治化 我早就說過 香港你應該堅持 一國兩制 是吧 動不動態清理 我這裡用回 叫做醫療科學 是吧 你用一國兩制 獨立的判斷 你可以整個中共大陸 將香港當一個視點 有什麼事你死先 但是如果成功呢 都是我一國的公職 但是她不懂 現在就搞到這樣 林鄭也說 她不是齒作勇者 她不明白 不明白就滾蛋 叫一個明白的上來 一明白那個 你舉手就叫做明白 是是是 但是現在她向誰舉手 是是是 我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說得對 真的 無論是李家超 或者林鄭滅和 其實他們都不學懂 中國官場的一些潛規則 因為林鄭她當初以為 執行的動態清明 就可以換來 和中國內地的通關 但是她不知道 下面 即所謂國務院的系統之下 其實有另外一個 很務實的考慮 因為即使李動態清明 這個疫情 都不代表能夠完全隔絕 所以在下面的國務院下面的 這些這樣的層級之下 層層都要為自己那個官位 要作自保 所以無論你政治上去執行那個 動態清明 他們都知道動態清明這個本質 是不能夠隔絕病毒 所以她不會被你通關的 去到最後 林鄭月娥根本終於明白 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她最後都放棄 她最後都不會堅持要封城 全民檢測 其實她如夢初醒 現在把波就交給李家超 遲不遲些 她如目求如 她以為執行上面的動態清明 就可以換來通關 她不知道 下面國務院下面的省市級 每一級的官員 都是為了自己的官位去考慮 他們心裏面知道動態清明 是不能夠解決問題 但是只不過在口號上去奉從 是一個政治任務 政治壓到一切 但是現在胡錫進和李克強 告訴你 經濟才是底線 到底底線是政治還是經濟 下面的人都哭哭哭 他們不知道 無論是李家超還是林鄭 現在做了一個525 叫做全國經濟賺盤會議出來 原來發現 又不戴口罩 又不提動態清明 那怎麼辦 然後外面的輿論 就說 希望李克強可以主政 李克強主政的話 如果會議帶來什麼分別 又引起一班人 是無限的 叫做遐想 這個始終有希望的 始終都樂觀的 這些我就 我不知道你 我就不是很有興趣去加入 去作這些遐想 因為過去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來 你都看到某種的規律 清醒無實的人 在一種這樣的機器裏面 不會是佔上風那個 這個是你的基因 亦都可以說全民的業力 業力的驅使 是吧 我不會有任何樂觀的預測 不過你可以有 是吧 因為呢 好像那個希臘神話 魔鬼箱 打開那個魔鬼箱 那些壞東西走出來 是吧 但是好幸好留下一樣 叫做希望 人沒有了希望 活不下去 對不對 不過對於讀哲學的人來講 他在這方面來講 是很清醒的 對不對 所以那種明君的思想 你覺得我們在旁邊看 都覺得很淒涼 是吧 那不止 如果你用回香港 這兩三年來的情況 或者發展 永遠都是用悲觀一點點的角度 去預計 就會比較好些 說回來 李克強先生 他的面相也好 他平時那種作風 和那種詞彙也好 確實是比較清醒的那個 聽說 胡錦濤那時候 是想培植他 做黨總書記的接班人 如果他做了 我相信今天的局面 是極之不同的 當然有很多涉及 很多因素 拿不拿得住軍權 什麼這些政法系統 那些另一回事 但是李克強 他是一個讀文科出身 歷史和經濟的人 還有他的太太 是翻譯過英國一些法律的文章 他這方面的氣質和傾向 都是比較合理和清醒的 不過說回來 國運也好業力也好 這些人是不容易上到上面的位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不容許有獨立靈國性格的國家機器和民族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個不是西方文明國家 他這麼多年來 他那個土壤和傳統 特別是最近這七十幾年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會繼續留意 接下來的發展 或者是一些 中國大陸裡面的 這些會議或者新聞 所透露的信息 重大而已 重大才是 其他那些我就不說了 現在香港的華民媒體 就盡量都是小報導 甚至是 他不敢 不敢觸及這些 不用那麼害怕 這麼敏感的話題 所以你們記得要留意 風雲菊 有陶生和我 和你們密切的報導 一起分享 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再見 拜拜 為大家要不想 都會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十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菊的團隊打了一枝強心針 也不枉圖傑 鮑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 淺理條條 都要坐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一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超級貼圖和超級留言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和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亦會包括有每一集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憂谷,一路走到陽光普照,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